有把这个 这个药师佛称为 消灾严寿药师佛的 或者直接叫药师佛的 那么有称为 药师流利光如来的 这是两个称号 提到佛 就是人称佛 所以旁边有个人 那是报身 这个发身 化身 一体的 法报化三身成就的佛 那么提到如来 流利光如来 他不是佛 若以相见我 以阴生见我 世人行邪道 所以在流利光如来 这个上面来讲 那么你跟流利光如来 是同意如来 就是无量光 无量光近虚空变法界 就是流利色 又叫无云蓝天色 因为它是透明的 整个法界 这个幽远 极深极广大 所以我们十数众生 看到的是无云蓝天色 游蓝游蓝的 蓝子蓝子的 透明色 所以这是从两个方面 去讲药师佛的 一个是从如来上面来讲 一个是从 这个人能成佛的 三身佛 发身 报身 化身佛 这个角度来讲 当然药师佛的修法 它有事业部的 就是供养药师如来 这是事业部的 这也很重要 尤其你们自己现在 还没有真正的 修成气脉明点 自己的自信如来 还不能够 这个生成换身 变成金刚 报身如来 那么这个时候 要广修供养 那么其中供养 就要好好供养 东方三圣 就是 消灾严寿药师佛 这个时候讲的供养 事业部的 就是供养的药师佛 那么 以及药师佛的 两个左右 邪实 一个是日光辩照菩萨 一个是月光辩照菩萨 咱们这个法面 这个药师佛法 这个是十分殊胜的 一个法 所以要礼尽供养 这个药师佛三圣 东方三圣 静流利光事件 东方三圣 这是供养法 欢迎点赞 留言 分享 弘扬正法 广结善缘 功德无量